五 六 七 二 三 石岡国小跳绳队 在小学组跳绳比赛赫赫有名 曾经拿下全国冠军 团体组一分钟可跳182下 没加快动作 您现在看到的就是实际速度 这光荣成果是扎扎实实练出来的 五 六 七 八 然后八手到半分钟 然后接下来就开始爽 我们是从三年级开始进行训练 就是比赛的训练 那一二年级就是一个扎根的基础 自体的一个认知 还有感官的一个平衡 其实都有蛮好的一个效果 请各班到指定的位置 进行跳绳活动 全校都在跳 一绳在手希望无穷 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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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实量有比之前大一点 然后因为有练跳绳 所以跑步还有什么运动 都会变得比较好一点点 对小朋友来说 他一定要非常地专注 才能够把这动作做到好 帮助上高还有上课的注意力 张家如跳绳两年 他的身高明显增加 开始训练跳绳到现在 长高了16公分 把握青春期之前 跳绳帮助增高 从每年固定量测的身高纪录表看来 参加跳绳团训的女生增加更多 普遍会长个13公分左右 对 对于它骨质的强化 还有肌肉的一个训练 有很正面的一个效果 所以虽然说即使是身高不再增加 但是对于它的整个骨质的一个 钙质的储存 还有对于它的肌力 还是会有 绝对会有正面的一个效果 即便过了生长期 仍然要强化体质 骨位增高 为了健康 跳绳仍是很好的运动